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做的蜜汁烤翅 蜜汁我们已经准备好清洗干净了 准备好了一份我们做叉烧的叉烧酱 可以腌蜜汁 汁腿 琵琶腿 手枪腿 这些都可以了 包括我们的鸭腿都可以拿来腌制了 我们用发财的冲手把它搅拌均匀 烤出来有点像奥尔良烤翅那种味道 我们最少都要腌三四个小时 然后再烤 最佳的效果是今天腌明天再烤 每一个姿势可以这样搓 拿把小剪刀 这里有一条边看到吗 这个每一个都是从内偷穿 所以我们找好这个位置 你看看 这样穿过来 从这个 刚刚好这个边边的旁边穿的 好 好 好 然后上盖 保持200度 烤25到30分钟拿出来焦糖 这支汁 出来 大小的焦糖的一定要淋透它 然后糖的焦透透它 这样做出来 大伯连 爆芽针都想吃的 这个好 好 灌完进去 调大火 上到200度 有10分钟我们的汁汁出来就可以吃了 今天有 哇 我们的蜜汁鸡区即将出炉了 哇 哇 哇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做的蜜汁烤翅 师兄今天的鸡是怎样啊 相当不错 ons beginners 可怜 关